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科暗战 今天是7月12日星期二 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币圈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24小时内 根据CoinGecko的资料显示截至截告之前 BTC现价报19716美元 跌幅达3.4% 而ETH现价报1066美元 跌幅达6.7% 接着又来跟进一下头20大二线加密货币的市况 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MATIC 现价报0.572842美元 升幅达5.4% 而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SHIB 现价报0.000010264899美元 跌幅达6% 接着又来跟进一下其他重点消息 这一只消息是来自彭博 大部分加密货币的忠实投资者 都对币圈有坚定的信仰 不过随着加密货币交易所 WG Digital宣告破产之后 就震惊了整个加密货币业界 令到投资者的信心跌入谷底 而这一家在加拿大上市的交易所 在去年币市起飞的时候 股价一度升到29.85美元 跌至今日的0.2686美元 有见及此不止放钱入平台的客户 其实连买它股票的人都深受影响 而最近市场暴跌 亦都为新的投资者带来了引诱 市场上大部分有经验的加密货币老手 通常对币价的大幅升跌 习以为上 因为他们对加密货币的信念一般都比较强 所以在跌市的情况之下 反而是选择加注 跟着就stronghold等个币价升上去 而其中一部分投资者 会选择将自己的退休储备 又或者是应急的钱放入Voyager里面 想着上市公司会多些保障 但是今次平台破产 他们的钱就可能未必收得回 以下就是其中两个 受到今次破产事件所影响的故事 21岁的Aaron就在报道里面表示 在去年秋天的时候 从朋友身上了解到BTC 还加入了大学的加密货币俱乐部 因而深陷了加密货币的热潮里面 后来在学校的篮球比赛上面 就看到Voyager的广告 最终在平台上 投资了价值1.5万美元的BTC 不过币价下跌 都令到他手上的BTC 只剩6,900美元 到现在他甚至怀疑 自己连存放在平台上的BTC 都未必能拿回 虽然他知道 投资加密货币是有风险 但就没想过平台会破产 而另一个故事 是住在美国一位29岁的教师 Telephone 在过去一年里 他在平台上 就投资了大约1.1万美元 买入了BTC和DOGE等等的加密货币 现在他手上持有的加密货币价值 就少了一半 而最大的问题 除了币价跌之外 是因为他将用来供楼的钱 都放入平台上 所以现在拿不回线之外 他还没有钱去还房贷 而故事里面的两位主角都纷纷声称 不会再买加密货币 Voyager在6日的时候正式向纽约法院 就申请了破产保护 估计公司拥有超过10万名的债权人 负债总额更高达1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 至于平台客户 最后可以拿回多少 就还是未知之数 而回想起去年 中国清退加密货币的时候 火币都死气沉沉了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主要的业务市场是在中国 而中国的政策都对火币的生意 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不过就未去到破产那么严重 相信大家有放加密货币 在不同平台的经验 可能大众的观念都会觉得 放在中心化平台是安全的 但是事实又证明可能最稳定的做法 都是放在自己的covalet里面 至少不用担心 会不会因为地区性的立法 而导致清退 又或者是公司政策出问题 而导致资产被冻结 好 今日的分享是站稿一段 记住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一下小钟 我们下次见 拜拜